美国又发生校园枪击案 一名男子带着手枪进入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图书馆内 朝学生开枪 造成了三个人受伤 这名男子过后在和警方的搏火当中被打死 警方透露枪手是大学的校友 事发时图书馆内正好有几百名为了准备考试而通宵夜读的学生 有学生拍摄到事发之后 图书馆内紧张的情况 有学生倒在地上好像腿部受了伤 这起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大约凌晨12点半 学生说听到大约五六次枪声 许多人立即躲到桌子底下 或者是在书架之间寻找庇护 受伤的三名学生当中有一个人伤势严重 警方说他们在接到通报之后 马上赶到现场 在图书馆的门前和枪手对峙 枪手是2005年毕业的校友 目前还不清楚枪手的干案动机 感谢观看